澳大利亚政府呼吁中国政府让一对维吾尔族母子离开中国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星期三7月17日说 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已正式要求中国当局允许伍麦尔女士和她的儿子前往澳大利亚 几天前 澳大利亚同另外21个国家签署联名信 谴责北京虐待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将他们关押在居留中心 当事人沙丹阿布杜萨拉姆 沙丹阿布杜萨拉姆是澳籍维吾尔族人 他呼吁中国政府让自己的妻子何从未见过面 正在盘山学部的儿子与他在悉尼团圆 阿布杜萨拉姆已经为他今年将满两岁的儿子 鲁特菲拉菲申请到澳大利亚国籍 他的妻子纳迪亚乌美尔 纳迪勒乌迈尔则是中国公民 这位29岁的父亲过去几个月为他的家人自处请命 直到本周才公开他的身份 当时他接受了澳大利亚公共广播公司ABC访问 但从那以后 阿布杜萨拉姆说他的妻子便在新疆西部地区被中国当局拘留 之后释放 周三 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官员正式要求允许乌梅尔女士及鲁特 前往澳大利亚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猛烈抨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节目 称其充满谎言 歪曲和偏见 澳国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Muriskin表示 澳大利亚官领事目前无法接触纳乌梅尔女士 澳国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Muriskin调 澳国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Muriskin表示 澳国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Muris-G